Hello,Artist的車友們大家好 我們是KT Racing 就是避震器的贊助廠商 那今天剛好有Artist的車呢 來我們工廠安裝 所以就開直播的影片呢 跟車友們分享 那這台車是11.5代 是2017年款的 安裝的版本呢 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這一個是KT的道路板 那道路板的話呢 這台車其實已經有做了一些基礎的改裝 譬如說輪胎啦 旅軒之類的 已經有改了18吋的 這是18吋 然後配的是225 40 18的輪胎跟旅軒 那安裝的道路的版本 我們前面好像已經安裝好了 把鏡頭轉過了 哈囉小白老闆你好 這一台是安裝的是道路版本 那KT的話 我們應該有安裝過好幾步的分享 在Artist的車款上面 這一台是17年款的 所以呢 有一些部分 像這個上座的螺絲呢 是比較粗的 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有附上座 前面跟後面呢都有附上座 這個車17年款其實還蠻新的啦 上座呢其實都還沒有損壞 但是呢我們都有附上座了 那上座的內部呢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齁 我把它補登一下齁 這個旋鈕呢就是 再調整軟硬的齁 像這樣順時針呢 它有一格一格的手感 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齁 對焦對不太到齁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附的強化上座 所以不需要啊 再拆原廠的上座來使用齁 KT的話就有附 前面跟後面都有附上座 那後面的話 後面的話 後面的話師傅還在安裝 所以後面的話 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紹齁 那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話 配置的是兩百賞期公斤 這台是道路版本嘛 它是配兩百賞期公斤 那當然齁 Artis這個非常非常暢銷的車種呢 每一個避震器的製造廠商 幾乎都做得已經很完美了齁 那這個離載算的部分 這個是原廠避震器腳架上面齁 它是跟防傾桿做連結 這個我們一般叫離載串 那改避震器的時候呢 有的廠牌設計 它會需要換短的離載串 但KT的話並不用 而且它的鎖點呢 都跟原廠一樣 直接鎖附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再多花離載串的費用齁 那它的結構設計呢 是統身可調 所謂統身可調呢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它是靠這個托盤 銀色的托盤 把它懸鬆之後呢 它的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整體長度呢 就會變長 那變長之後呢 車高就會變高 那相反的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這台車KT的設計 像今天的話 車主是要求兩指幅啦 所以這個的幅度的話呢 我們KT的道路版本 降到最低齁 大概可以剩下不到半指幅的車高 所以如果車主呢 有想要降低的幅度很大的話 那也沒有關係齁 KT的話都有辦法做到 那最高的話呢 差不多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其實Artist後面還蠻高的齁 後面的話大概有到四指幅左右吧 所以最高的話呢 KT大概啦 大概可以到達到大概三十半左右 那如果呢 有要特別低 或者是有要特別高的車油啊 不用客氣齁 我們其實KT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也有很多國外都是客製的產品呢 那如果Artist有需要客製車高不一樣的設定呢 也都可以告訴我們 甚至是如果要開這台下賽道呢 我們也都有辦法做出對應的版本 那這台是一般的道路版本啦 所以就只有1位的 如果要做外掛單器瓶 要做氣壓式的懸吊 KT的話呢 很歡迎到我們KT的粉絲團 有安裝到車種呢 都會跟大家做分享 那這些有一些油管固定架啦 還有ABS感應線的位置呢 這些就都有照原廠的安全規範齁 然後用料部分的話 像裡面填充的主名有 所使用的是意大利進口IP的主名有 這個油品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 它是直接從意大利進口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性 還有安定度的話呢 相當相當的好齁 那其他底盤類的話 車有的還都是維持原廠的設定齁 這是左前的部分 右前好像也已經安裝好了 那前面其實拆裝很簡單啦 也不用再拆內裝齁 直接這裡有看得到三顆螺絲 拆掉的話 就能夠把避充器卸下來 調整組也很方便啊 這台車 這台車是也有大包 這個算不算是Z版 比較新的是叫X版 這個版本如果有車友 知道這個是什麼版本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它後面的 後面可以安裝 一定要安裝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它的後面上座的調整部分 是在 這個是椅背 鏡頭拉遠一點 這個是椅背 椅背往前掀之後 它的上座呢 是藏在這個內飾板的裡面 這裡看得到避充器的上座 它的內部的話有兩顆螺絲 外部的話有一顆螺絲 那從這裡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從這個地方很方便 一樣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artist的拆裝也好 或者是調整也好 車主呢 都可以自己簡單的來做調整 那調整的秘訣呢 就是像這個後面的左邊跟右邊 的段數呢 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呢 可以不對稱沒關係 但是左邊跟右邊 一定要對稱 這是11.5代的artist 那它的後面避震器的話 基本上還是維持一個扭力量 最新款的 差不多台灣快上市了 最新款的12代的artist 懸雕就已經大改款 就改成是TNGA的底盤 所以再來的 也算是一個大躍進 哈囉加松你好 加松下午玩 這個後面的懸吊系統 我們所選用的彈簧公斤數 那其實最近有做設計變更 有在把彈簧的長度呢 把它拉長 所以它的舒適度的話呢 還會更好 以前的話呢 KT使用的是170mm左右 現在的話 有在把彈簧的公斤數呢 拉長了20mm 所以它現在的彈簧長度呢 是190mm 也就是大概19公分 所以它的舒適度的話呢 還會更好 那它阻尼的調整呢 剛剛有介紹過了 那它後面車高的調整 這個角度 後面車高的調整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 一樣呢 我們把這個托板把它懸鬆 它的整體長度拉長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車高就變低 所以它的懸吊呢 後面的懸吊呢 最高跟最低的調整範圍呢 很大 那最重要的 因為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呢 它的乘坐感覺 你當你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呢 是一致的喔 不會因為調高 壓縮的彈簧就變得比較硬 並不會因為它都是靠這個局部 統身可調 所以它能調整的範圍會比較大 然後調整之後的乘坐感覺呢 是會比較OK的 不會因為調高而調低 而有所不太一樣 這個鋁圈 這個是18吋的 2254018的圈跟胎 那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原廠的避震器呢 前面上座 還有後面的上座呢 KT都已經有附一個新的上座了 所以這些的話呢 就都不需要再拆下來沿用 即便是 像是03年04年左右的時代 也許車領有一點久了啊 它的上座也差不多快損壞了 但是如果換KT的話不用擔心 不用再額外買上座 我們就附上座啦 所以 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為什麼要附上座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啦 萬一呢 它的上座啊 已經年久失修了 快壞掉的話 那裝上避震器之後呢 有異音的 到底是避震器上座的異音 還是避震器本身的異音 就很難去做一個儀器嘛 那KT的話都有附上座 萬一裝上座有問題 那很簡單 就是KT要負責任了 所以我們有附上座 對於技師在拆裝的時候呢 也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人家會倒到沒了 剩下剩下這邊 左後還沒有安裝 所以這台安裝的時候呢 其實還蠻快的啦 因為車友通常啊 阿迪斯我們安裝的數量很多 所以安裝的時間呢 都還蠻短齁 大概都一個多小時 那連同定位的話 大概兩個多小時 所以這台車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做試乘 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都有實車呢 可以給大家試乘看看 那產品覺得有滿意 乘坐起來有滿意 再安裝就好了齁 這個是後面避震器 還沒有裝上車的樣子 把鏡頭拉到下面 他要下方的腳管先穿上去之後呢 再對上上座的兩顆螺絲 下方的話會稍微把它敲進去之後呢 就能夠鎖上上面的螺絲 那後面的車高也 車友的話也預計是大概兩指幅啦 兩指幅 所以車高降低的幅度也還不少喔 不少 那配上18吋的鋁圈 降下來之後 整體的氣勢呢 就不一樣了 因為有大包 還有18吋的大鋁圈 所以當避震器的車高 再降下來之後呢 就更霸氣了齁 會很漂亮 那如果有車友有需要 安裝完畢之後的外觀呢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KT的粉絲團齁 那如果對變性有興趣的話 有要試乘有問題的話 可以跟到KT的粉絲團呢 詢問我們小編齁 謝謝大家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囉 掰掰